先说一下市场的方向 然后呢 还是老生常谈啊 就是把关注的点跟大家说一下啊 指数时间如果你看今天的话呢 基本是个震荡 创业班指数 其实还是蛮强的 下午一度翻红对吧 只是 没有特别好的 领长的板块出现 或者说没有特别强的 这种题材的板块出来 那么导致整个 到尾盘的时候呢 又有一定的回落 又有一定的回落 那么整体看 如果你看创业班指数 今天一天啊 其实就是个震荡 只是震荡的幅度加大了 对吧 向下去考验了一下市均线 成交量继续萎缩 9200亿的成交量今天啊 那么反正 我还是一句话了 你现在这个成交量呢 你要指望它大跌不现实 你往下砸 就会有资金去抄 或者说你砸下去 也会有人去买 因为为什么呢 这点成交量 你想要让大盘砸很大一个坑 这不现实 对吧 那么 本身就证明是 第一个 现在这个行情 今天因为打盘 是白线 在上 好像在下 也就是说偏提产的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整体来讲 包括跌幅保上 虽然比较难看 也有股票跌停 主要都是一些高标品种 就是之前有获利盘的品种 现在是补跌 其他的一些 大部分的个股吧 就是反弹 第一个反弹不强 就第一波反弹也不强的 包括很多的机构票 基本上趴在那里 没怎么动 所以他们实际上也不具备 更大的杀跌动力 所以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地方 我觉得指数 还难下去 创业版指数 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可能性 反复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你说要补缺口也可以 那么他补缺口 就要靠 这个赛道股来打 今天早上 实际上 宁德时代是砸了一下的 你看 是砸下去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 宁德时代是砸下去的 但是后面又收回去了 对吧 那么 北将资金 最近的赛度呢 也还行 今天是 合计流出了一个亿 昨天也是好像就 没有多少的净流出 对吧 所以 至少 目前来看 整个盘面就是 国内的资金比较小心吧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的技术盘 各种各大网红 天天在平台上叫 哎呀 这个缩量反弹 对吧 大家都在叫嘛 天天都在叫 这个 呃 缩量反弹 这个 预阻回落 对吧 这个平台上 已经盘了 盘了吵几天了 盘了五天了 对吧 昨天就是在叫嘛 盘了五天了 九盘必跌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呃 就是你操我 我操你嘛 对吧 这些人 我就说嘛 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啊 四个人都能做主播 对吧 反正自己也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到处操 到处看 对吧 然后呢 在那里讲 那关键是什么 就是 所谓的九盘 必跌 你要看位置 这个不是说 你我反弹了 反弹到三千五百点了 那你在盘 要跌了 对吧 这种地方更像是 第一波反弹的叙事 就第一波反弹的叙事 后面应该还要反弹 还要相当反弹 对吧 因为空间不够呀 你跌下去没有空间呀 呃 我昨天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也说了 其实挺简单的 你说这个地方要把缺口补掉 二次探底 那么很简单了 二次探底就是意味着这里 抛掉的人 对吧 这里抛掉的人 他有一个更好的买入机会 就是比如说我五块钱 卖掉的股票 我能够在四块八四块九买下 买回来 那如果真的 他能够让你在四块八四块九买回来 那这个地方一定撑不住 就不可能让你四块八四块九 那就什么意思呢 四块钱去买了 也就你四块八四块九买进去 也这样套你百分之十 甚至百分之十 就大概这个意思 对吧 他就不会轻易让你说 已经 嘎空 就是有点像已经让你踏空的 继续让你才有更好的知识进场 基本没这种可能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指数 表现的 并不算弱 对吧 我们只能说指数表现的并不算弱 买买下去就能拉上来 然后呢 个股确实是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个股今天确实是跌的比较多 对吧 这个1000只股票不到的上涨 然后呢3658家的股票下跌 但是这里面 大家看清楚 就是处在跌幅榜前列的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处在跌幅榜前列的 大部分都是最近的牛股 对吧 远方信息啊 这个除了文泰啊 文泰不知道什么原因跌停 对吧 呃 文泰的跌停对半导地板块是有影响的 啊 其他的 那样远方信息之前炒过了 对吧 上面顶不住就开始补跌了吗 啊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像宁波建功 对吧 连续涨平停地也跌停了 那么再加上这个之前 呃 宋都啊 这些对吧 跌的 然后前面 实际上前几天就就有 其他的一些啊 高标的品种开始跌了吗 对吧 所以 呃 今天算是一个 呃 风险的继续释放 或者高标股的一个分期的延续吧 对吧 因为最早的时候 像那些这个南威软件 今天又收回去了 对吧 今天收回去了 那么 呃 呃 他也 他们也是在开始先先调整的 对吧 就是这些高标的品种 还有那个测降箭头 对吧 今天也算起稳了 那他是之前跌的吗 所以呢 更多的实际上 嗯 跌的主要还是一些 啊 短期涨不比较大的 或者说一些提债的品种 他的这个里面的筹码不稳定 对吧 因为大家都觉得 呦 可能是不要调整 所以就里面的筹码不稳定 实际上其他大部分的板块 个股筹码相对稳定 我觉得 就是他们当然反弹也没反弹多少 所以呢 也不存在获利盘 那没有获利盘呢 就或者说没有什么大的获利盘呢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杀跌的动力 那么真正的杀跌动力全是来自这些 像这种什么精灵体育呢 就是昨天 对吧 有之前潜伏的嘛 因为出消息嘛 所以今天 大富的抵抗 大家都想跑嘛 对吧 所以很坑人 小提债很坑人 所以小提债没法做 做地产业 对吧 就这种情况 那么 利盛赛车之类的都是 对吧 然后正好讲到这里呢 就就 当然也有一些 想那些什么 精华制药吧 精华制药 对吧 精华制药 盘龙 盘龙嘛 盘龙药业 对吧 这两个明星嘛 继续连版 盘龙股份 对吧 也很强 盘龙药业 也很强 连续的这个一字版 那么 就是 这种情况 就是我昨天说的 他们并不是 整体提债股的退潮 更多的像什么呢 更多的像 就是提债股的分歧 就是后排的 还有人 继续的在 往上顶 对吧 还有一个叫 那个叫什么股票 那个地产股 叫什么名字 呃 七连版嘛 今天 那个地产股 看一下 地产股 一下子没记住 天宝基建 对 七连版 对吧 之前最大的 最最多的七连版 就是宋都嘛 宋都就七连版嘛 对吧 二四六七七连版 对吧 四六七 对七连版 然后 隔天就 崩了嘛 就是高度断了嘛 我们现在轮到 天宝基建了 天宝基建 现在是七连版了 那么也就说 明天很关键 如果明天天宝基建 能够穿越七连版 对吧 就能穿越七连版 那整个题材股的情绪 又回来了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的 嗯 至少 我我个人认为啊 可能性 70% 所以呢 你说 如果明天题材股 情绪回来的话呢 呃 指数 今天这个盘中调整 很有可能明天还得往上 往上来 对吧 我可能还会有 还有的冲啊 所以这是 呃 这是一个 一个这个就是 嗯 就 整个来讲题材 这边更多的像是分歧 对吧 就是我说的分歧 而并不是说完全的推草 另外还有个现象 今天有一个地天版 北波股份的地天版 今天盘中有人问我 因为超过的时候是跌停的 我说跌停肯定不能上 明天呢 如果是今天跌停 明天也不一定能上 为什么 如果明天 因为这个股票 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换手 换手就换在这里 对吧 如果说今天跌停 明天直接下全 这种股票就有可能就断了断板了 对吧 但是你看啊 今天它是地天版 跌停 拉到涨停 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已经有资金打提前量 这个提前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明天有资金去博弈说 明天有可能 像天保基建这种品种 对吧 它你看 它是二 四 六 八个版 对吧 它是八个版了 它就是率先顶出来 当然 它这个八个版 它不是自然八个版 因为它中有一致版 当然不管怎么样 高度是它领先了 对吧 就它领先的这个高度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去顶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顶这种 就是地天 纯粹的拿资金顶吧 对吧 因为它今天要换手很大 这里基本上都 早上都换完了 然后 用更小的力量 尾盘 偷袭嘛 对吧 这种股票尾盘偷袭呢 第二天低开的概率很大 那 如果说 顶上去的资金也知道 明天会低开嘛 大家都想要讨嘛 对吧 那 为什么它还敢顶呢 就是它认为 像天保基建策这种 明天也有可能穿越 对吧 然后 包括精华制药 包括这个 这个盘龙药业 可能还能活一个 对吧 至少还有一个活口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还有高标股顶着 再加上其他的 比如说类似于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浙江箭头的起稳 对吧 包括今天 这个 中国医药的反弹 那么还有呢 可能像这种 不排除明天 这个南威软件 也要反扑 对吧 所以 当这些 这个 个股 已经有点像 叫做 群绪开始慢慢 修复的时候 那么它就 敢这么玩 对吧 就是它对明天 实际上 它认为明天 可能市场的 题材环境 不会比今天差 那它就敢这么玩 为什么这么玩呢 这种玩家就是 它赌的就是 哪怕明天被 砸到跌停板 也会被捞起来 有点像什么呢 你看 今天宋都就是这样 宋都其实就是 受它影响捞起来 不然宋都今天 是肯定跌停的 对吧 就是尾盘 受它影响 被捞起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 像这种宋都也是一样 它被捞起来了以后 我估计明天 还是会低开的 那低开以后 还会有资金上 那比如说宋都 也开始有资金上了 其他题材开始转暖了 那么对于北波来说 北波今天 这个打涨顶盘 它用的量很小的 它就用的力气很小的 并不是很大的 真正的人买 是买在这种地方的 对吧 你要在这个地方 拿到货的 就是在这个水下 拿到货的 那么它博弈的 就是什么呢 明天即使低开 还会有人去 这个博弈 因为明天如果 环境好的话 就有点像 宋都都可以打开 打开跌停 对吧 就宋都都可以 打开跌停 那明天北波 只要不被按死 或者说不是 按完了以后 有人去撬板 就会有资金去响应 那么今天的 筹码 它就会获利 所以其实它想的是这个 不然尾盘不会偷袭的 对吧 所以那也就是说明 这个地方并不是说 行情要终结了 就是要结束了 没有行情了 对吧 这个地方马上要形成一波 这个下跌了 而且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杀到 创业板就杀到实际均线 这个地方就弹回去了 对吧 说明这种地方 其实是第一个 技术上均线是有支撑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实际情况 就是你用 你市场现在这种量 杀很难杀下去 杀不下去 对吧 除非我说有外力影响 那么什么外力影响 那就是 这个俄乌事件 或者说是欧美股市的这种 这个 本质的东西做影响 或者说他们确实又出现了 比较大的这种 就是预期吧 对吧 或者说 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这个地方才会有一个 外力的影响 如果光从 内部的角度上来 那肯定杀不下去 对吧 上证指数也是一样 你看上证指数连十字均线都没碰 没碰 最多时间也是十字均线 这里杀一下也会回去 上证呢 今天弱一点 稍微弱一点 那么 很正常了 因为上证弱 今天实际上 一个是 金融股不是很给力 第二个是地产股调整 对吧 还有这个包括 对地产股的调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板块 可以看一下板块 对吧 整个地产板块的调整 地产板块的调整 然后白酒还有 对吧 就是这个房地产白酒 这些调整 那么他们说明不是 就有点像 这个对指数是有一定的拖累的 一定的拖累 然后呢 银行跟保险还行 但是券商不行 对吧 这个券商没有顶上来 因为券商顶上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 盘面风险 这个盘面的危机就解决掉了 因为券商没有顶上来 但是呢 大家会看到最近的保险 对吧 特别是 有做市值预期的平安保险 走得很好 之前我们课长 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平安保险已经有 这个 有做这个市值管理的预期 这个跟他说一下 然后呢 医药跟 其实就是新冠药 对吧 CXO 这个基本上新冠药 跟什么是负相关呢 就是从资金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跟地产正好是敲敲吧 地产不好呢 这个药就好 那么连续两天讲过了 对吧 周三周四 你去埋伏药 就没什么问题 当然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运气 有的人说 哎呀 我埋伏的没有涨 有的人说 哎呀 我埋伏的涨停了 也有的 对吧 这个呢 我只能说是运气 只能是运气 那么正常来讲 反正没涨的 可能明天也会轮 对吧 嗯 整个来讲 我们我们那天 好像跟大家讲的是军事生物吧 你们可能还记得 对吧 我们周二讲课的时候 讲的是军事生物 对吧 昨天也涨 今天也涨 所以其实呢 其实如果你要做个套利 是分分钟的事情 对吧 呃 然后 其他的也还行 其他的还还行 就是看你买的是什么 对吧 就是关键是 这个买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说 呃 昨天我还在其他地方讲 我说如果要做破五反五的话 首选的就是中国一样 啊 而且是昨天是就是破了吗 他不是昨天就破了吗 昨天就是那一笔买买买一笔 尾盘就是应该买一笔的 对吧 今天比如说 这个砸下去 今天比如砸下去 低开 你还可以加一笔 那盘重是涨停的 然后涨停也好 或者说冲高也好 我们先不说涨 一定涨停 冲高也好 那你可以把昨天的 或者今天加的跑掉 然后耐心等 对吧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破五反五 对吧 很多人不理解 什么叫破五反五啊 对吧 哪些我能做啊 之前 那个二七六一 我就不让做 这个为什么不让做 我觉得 他肯定是弱 为什么 他因为是第二波了 你做破五反五 很难做 像中国医药 你就比较好做 因为它是第一波 这是第一波上来的 比较好做 对吧 那么 第一波往破五反五就一定会有资金 往上顶 再说呢 医药股呢 正好现在又处在这个时间点上 就每次你到周三去低吸 对吧 或者周四早上去低吸 基本上都能吃肉 都能吃肉 因为到了周五 到了下周一 可能又是一个兑限期 对吧 那么再加上中国医药又是绝对的龙头 为什么龙头呢 换手 它是上来都换手了 你看到连续换手了 对吧 那就容易做嘛 就你容易赚到这个钱 是吧 就是很多人问 哎呀 我买什么买什么 买就是买龙头嘛 你要如果是做短线 就是买龙头呀 龙头都死了 中国医药都听听听磷狂 拉往下干了 你还指望其他活得了吧 对吧 那么还有一点 就什么呢 就你怎么买股票也很重要 反正我就讲一下 这怎么买股票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 因为之前市场上就两个 就是比较好的股票 就难以参与的嘛 一个是北坡 对吧 一个是北坡嘛 对吧 就是北坡代表的是这个建筑节能 对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盘龙嘛 对吧 盘龙代表了什么 盘龙代表了就是新冠药 或者说是这个中医药 对吧 那盘龙你看今天早上又是一只板 对吧 早上又是一只板 那盘龙早上一只板的话呢 很简单了 如果它顶在那里 那你就是等于说医药我是有大哥的 对吧 我是有带头大哥的 那如果盘龙顶在那里有带头大哥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医药还是强啊 对吧 然后呢 昨天又判断了 就是所有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提前写的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昨天我判断说地产 今天可能要分化 对吧 因为为什么地产分化了 只要地产昨天送度就不行了 那地产龙头送度倒了吗 底下是后面有补涨的 有卡位的 但整体来讲肯定是分化了吗 那地产跟这个医药又是翘翘板关系 那医药又是赶在这个时间点上 收拾收拾应该是强的 对吧 那你去做 你要去做中国医药的破误法 我肯定是能做的呀 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了 对吧 所以中国医药敢地开 你就上常委 对吧 因为为什么有有有这个盘龙顶在那里 对吧 然后还有个助攻品型的 叫进化制药吧 对吧 这个中心的情况是要也很强 对吧 所以你去上盘龙就不太会 这个失误 所以他都是有些就是 情绪也好 叠加因素也好 还有一些就是板块联动的个股 这样的话呢 就能做 所以他其实不存在 有人说 哎呀我选错股票了 哎呀我怎么怎么样了 对吧 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做短线就是最强的 就是龙头 对吧 今年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各大龙头都是走得很好的 就各自走各自的都都挺好的 将安无事 但反而是后排的那些东西 平临旁旁的掉 对吧 或者是中位数的东西 就是这个经常性就是你最高要吃面 就就存在这个问题 反正你们就 以后就记住就行 对吧 有些东西其实就像北坡这种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是不能买的 对吧 他已经跌停了 你怎么买 你告诉我 对吧 拉起来了 手快的人才能做 一般人没有办法做 对吧 所以这种属于什么呢 就是他不在你的预算之内 你不要看他低天板 对吧 他也可以不低天板 低天板是在于 里面的资金也好 或者说这些资金也好 赶去撬板的资金也好 想的就是很简单 他们认为明天市场的情绪 就极材的情绪 不会比今天差 甚至于指数都有可能会好一点 对吧 更好一点 那么就有资金来上 所以这些上去的资金 他要做的是 即使明天被核按钮 按在地板上 因为他是20%的 对吧 就一经营数就20% 按在地板上 只要明天情绪好 他能够被资金撬起来 我就能出来 他赌的是这个 对吧 赌的就是明天情绪的回升 所以这种股票 原则上是做不到的 你就不能去强求自己 哎呀 我这个股市不是你家开的呀 不是谁都能说了算的呀 对吧 所以你就只能做那个模式内的事情 我能搞得定的 就有点像 对吧 就像我们说 已经讲了三周了 对吧 讲了三周什么 做医药 星期三去西 周五周 好 对吧 前面两周我们都做成功了 这周也做成功了呀 实际上 对吧 昨天你去西好了 西完了今天 你也都涨了呀 对吧 我还专门举了个例子 军事生物 对吧 就这虽然涨了差 但你赚钱了呀 对吧 所以你说指数跌不跌 跟你有毛关系啊 没关系的呀 对吧 然后你去细旅游的 有人说 哎呀 我细旅游的没涨 没涨 哪一哪呀 会涨的呀 不要急呀 对吧 我们买的旅游就涨了呀 所以剩下的去选股问题呀 对吧 这我不吹牛逼 所以就是选股的问题 你要选强的呀 那 这些方向 就是这类的方向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 嗯 纯短线来讲 医药肯定是 现在因为新冠疫情的数据 还没有出现什么 很明显的这个怪点 对吧 那每天新增还是很多的 那既然是这样了 那么 至少我觉得 药这块还能坚持 还能混一下 对吧 就是无非就是提前还是滞后 也有可能 这次到了明天可能 就就就高潮了 对吧 呃不一定能够到下周一再能够发酵 这次是有可能的 但反正你去潜伏一下没错 就潜伏一下没错 那么 呃 这两天其实呃这个 C超概念是走的很好的 对吧 你看 也就是老的像这种 升楼跌了很多了 最近也开始翻弹了 对吧 然后一桥神舟啊 这些 然后康文化成啊 姚明康德啊 都逼不反弹了一段时间了 对吧 整理走的还可以 为什么呢 就是 整个来讲 嗯 这些股票 年报都预告了 这业绩的证数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估值下的很快 所以肯定是会有一些 这个机构资金去做这个回补 对吧 或者说是有一些资金去做反弹的 去打这种反弹的 那么 呃 打了反弹以后呢 也会有这个 就是 至少有一个就是 类似叫做 嗯 反弹的预期 对吧 我举个例子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不错推荐啊 举个例子 好吧 比如说永泰科技 永泰科技做的是福华工 大家都知道 他从高位 对吧 我们来看啊 这是高低位嘛 最简单吧 我画更新啊 他已经公告了一级报业绩 对吧 一级报业绩大幅预生的 也就是说他的整个业绩 各方面都没什么问题 所有的问题就是 之前涨了太多了 估值比较偏高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黄金峰各线就很简单嘛 对吧 这是他的黄金峰各线 那 跌完了 开始涨 涨 涨 那 这是现在反弹到 236吧 对吧 236 那正常来讲 应该是382的位置 随便怎么样反弹 我说的是反弹 不是说 说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叫反转 因为从他的业绩角度上来讲 他是有反弹基础的 就机构去做一波 哪波自救也好 或怎么样 他有反弹基础的 那反弹基础 就是把这个缺口补掉吧 正好到382的位置 对吧 是不是到 50%不好说 但这个种位置 应该是有的 我不是说要叫你们去买 我最高 但正常理解 对吧 就正常理解 我这个业绩出来了 业绩非常好 一季报业绩也很好 对吧 那至少像他一季报这种业绩出来 今年半年报都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跌的也很惨 从80几块钱 对吧 干到30几块钱 20几块钱 其实对吧 80几块干到20几块 那很惨 那我反弹肯定有一波 对吧 如果市场反弹了 那我反弹有一波 那反弹按照382的位置上 那基本上就有了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了 就给大家举例子 另外还有一个 我不公布代码 我跟大家讲一下 好吧 我把范围跟大家讲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跌得很厉害 一样的道理 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一季报的业绩 非常不错 第二个呢 他是属于房地产产业链 因为最近房地产 长得很好 对吧 房地产长得很好 大家知道房地产 这个产业链的后端 比如说家居啊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 就是小配件 金属 就是跟房地产 有关的那种金属配件 因为金属配件 就没几个股票 他曾经也是跟 永泰科技一样 是个大牛股 涨涨涨 你看都看不懂 对吧 然后一波下跌 他现在还没起来 永泰科技先起来 他还没起来 然后你弄 你也去用黄金分割线 画一下 画一下你就知道了 他反强在哪 哪个地方 我先跟你说一下 业绩给你保证了 业绩给你保证了 一季报业绩没问题 然后呢 现在房地产不是 都起来了吗 对吧 房地产今年可能 因为国家的压力比较大 就是经济的压力比较大 对吧 所以各地都有出台一些 房地产的宽松的预期 对吧 那地产这块 我觉得今年 反弹是没问题的 那么地产先起来嘛 然后跟地产有关的 家居啊 对吧 然后这个建材啊 那么他也算是建材之一 那么他主要是做 五金建材的 好 再说一下五金建材啊 五金建材就没几家公司 那么自己去看一下 就能找到了 好吧 代表我就不公布了 那么曾经的大牛股 跟永泰科技是一个 一个系列的 就他涨 涨法是一样的 很大一波上涨 我现在也是 很大一波下跌 然后永泰已经开始 反弹了嘛 对吧 那么这种股票后面 也会反弹的 那么就拿黄金分割 先去画一画 多了不敢讲 反弹个百分之三四十 应该是有的 对吧 所以你去算好了 因为他还在底部嘛 没起来嘛 对吧 永泰因为已经两个板了嘛 那么你们去找一下 就很容易 所以你要 当然这种股票适合什么 就买了不要看啊 买了不要看 要蹲着买了要蹲着 你不要指望要买了 明天要涨定吗 不要去想这种事情啊 因为你买了以后 是等阻力来拉你 你不是阻力 对吧 你蹲在那里别动 他来拉你的 巴巴巴 涨了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 你跟他说再见 你的利润就来了 不要跳来跳去跳 什么意思 就是你买了以后 哎呀 这个我的股票没涨啊 对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有一只股票 百分之二十的 我没在这里讲 我在其他地方讲 在异财那边讲的 叫九七股份 我就在这个地方讲的 应该是没记错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讲的 为什么 也是的 做正好我朋友 他们去做的净调 这个业绩非常的好 就是今年业绩没有问题 整体这个估值也没有问题 然后就跌得很惨 那他们拿了净调报告来说 让我看看 说这个也就是一样的 就是搞一个反弹 肯定没问题 那我给他画一下 对吧 给他画一下 对吧 当时我也认为 要搞个三八二应该没问题 对吧 搞个三八二没问题 今天一个百分之二十 因为我们这边有两头听课的 这个我绝对不瞎讲 我都前面事先讲 那么 像这种你说 如果给你个 这个明天再把一个冲告 三八二到了 你跟他再见 再见 其实你是蹲着里面 蹲了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了 对吧 或者蹲了两个星期了吧 应该 蹲了两个星期了 那两个星期搞个百分之三十 还可以的吧 对吧 但你要蹲得住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动 为什么什么东西动了 哎呦 一会儿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电子身份证 一会儿新冠药 对吧 一会儿这个其他东西 对吧 提下很多 在那里动 就你的东西没动 你很多人忍不住的呀 结果你帮一炮 哎 百分之二十 所以 现在 现在做股票 其实 这两年做股票 难就难在这里 就你 只要 只要熬不住 啪一动 你刚动完 对吧 你啪 股票换完 结果那股票就开始飞 就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就 你想要 拿这种利润 是拿得到的 其实预算都可以算得出来的 但是什么时候动 算不出来 我也算不出来 就有点像 我大概知道这个股票 后面能有 多大空间 或者反弹 如果按照业绩 各方面算一下 因为正常是可以到的 对吧 但是 你说哪一天到 哪一天拉 我真算不出来 我算不出来的 而且现在有很多股票 就是主力不断的在期盘 就不断的在洗你 洗你 让你出去 难受 因为为什么 下半年才是他们的 大的祖神了 比如说 现在新冠疫情那么厉害 我举例子 旅游大家肯定不得 所受待见的 正好 起啊 对吧 我现在不洗你 什么时候洗你啊 对吧 我昨天 我昨天 是不是昨天 就是最近一直在跟大家 讲旅游的这个逻辑 对吧 讲旅游的逻辑 一直在讲旅游的逻辑 对吧 现在不洗你 什么时候洗你呢 嗯 我 讲旅游的逻辑 很多人不明白 现在讲旅游 那么瞎说嘛 对吧 现在什么经济了 什么情况了 对啊 四个人都这样想的呀 那四个人都这样想 你就不会有人要呀 对吧 不会有人要 那这种股票 为什么会走成这个样子呢 我就问问你 为什么走成这个样子呢 你是不动脑子的 对吧 市场走是决定一切呀 我说一下 我不是推荐这个股票 你去看看旅游板块 为什么会走成这个样子啊 对吧 很多旅游股默默无闻 在这里 听听话就往上干 对吧 为什么 有毛病啊 人家阻力不知道啊 你知道的情况 人家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干 就是因为你们不要呀 大家都很恐惧啊 那等到那个疫情 这个清零了 全国疫情清零了呢 你第一个跑出去 你比别人都跑得快 你他妈出去旅游了 是吧 还有一天 还有人指责我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你疫情一搞掉 你就第一个冲出去旅游了 你不出去消费了吗 你不 你 你出去消费了 旅游景点 不赚钱啊 对吧 他们不就是困境反转了吗 他们不就是从最坏的 变成好的了吗 那你要想在别人前面呀 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够赚钱啊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你 你在 你买了以后 你 你不能说 我买了明天 一定他要涨的 这个没有这个理由的 对吧 我讲了多久了 讲两个星期了都 旅游 我是从这天开始讲的 不止两个星期了 对吧 我从这里讲的吧 我自己围吹牛逼 这天 因为旅游从这里地方 有一波拉生的 这个波拉生 我吃不准 当时有消息配合的 说哎呀 要开放旅游等等 对吧 但我当时吃不准 为什么我没跟大家讲呢 因为我怕 正好一讲 就是赶在一个高点 果然就是一个高点 你看 扒下来一波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原则上 应该反弹吧 就是反弹 你看他反弹很弱 不 就反弹上去 然后第二天就震荡了 就是连个冲高都没有 那我想这个 也有可能再往下吧 就是就像在着 但他居然又往上冲 那我觉得不对 对吧 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旅游版会不对 虽然他后面又走了一个结构 向下的这个结构 那现在呢 走势远远比大盘强 对吧 说明这就是人家拿完货嘛 这个才是 你看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 已经有人拿货了 但是他这里是一个 大举拿货的过程 什么叫大举拿货 就是往上逼 有跟风盘的嘛 跟完 杀你 ABC杀 全部杀完 然后呢 正好赶上现在疫情 让你怀疑人生呀 对吧 就是感受疫情的反反复复 让你怀疑人生了 怀疑人生们交筹码呀 然后搞一个反弹 再下你就交筹码了呀 对吧 这里有可能套住的人没走嘛 对吧 杀了他也没走 你走吧 你这里肯定走了 对吧 走了 而且你也觉得自己走的是对的 往下咋 所以这两天正好利用这个呀 那杀完了 这是日线呀 对吧 这是日线呀 杀完以后再上去 祖声让了 当然时间点没到 为什么时间点没到 很有可能呢 五一不是 比如小长假吗 五一以后大家憧憬的是什么 学生放假了 放暑假了 今年如果放暑假 对吧 今年如果放暑假 全国疫情 基本清零 或者说特效药什么都出来了 大家没什么问题了 你不出去吧 对吧 旅游肯定很旺啊 那数据一出来 我涨才怪了 你说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当然 逻辑上早就跟大家讲过了 然后剩下的一个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 你能不能 就是买了以后 不是太短线示威 对吧 因为你如果想做短线呢 短线的方式方法 那反过来也是建筑之类的 也是一样的呀 对吧 今年压力很大呀 压力大那怎么办呢 就是 基建这块 对吧 稳增长肯定还要搞呀 肯定要搞的呀 那么下半年 上半年如果发力不够 那么下半年继续发力了 所以包括一些中指头的 都会长 对吧 就你这个方向 只要搞对就行 然后就 别搞错就好了 好吧 呃 然后 要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了 就是只能 只能跟他玩这个 潜伏嘛 对吧 就是 这个星期做完 下个星期呢 不能做 不好说 然后我要看周一周二 下周一二的走势再再加 对吧 然后呢 元宇宙四月份肯定 肯定会有行情 对吧 因为后面有元宇宙大会 那么之前已经有 有股票开始四过盘了 啊 那个 思路思绝已经开始四过盘了 啊 像周五盘应该是四过盘了 啊 货北广跌啊 啊 这种这种都是四过盘 再四盘了 对吧 那很好呀 你让他四盘 四盘了以后 他会回落的 对吧 把根本买牛杀掉 杀的时候再去买 啊 杀的时候再去买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种题材 后面肯定会有行情 对吧 就是你不要去追 因为他在四盘 他要试上面的弹性 比如说我举例子啊 他要试上面的弹性 因为这波涨完以后 这里都是掏脑盘 他要捅一捅 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割漏 对吧 然后下去 下去了以后 看看是不是跟风盘也杀出来 然后到底上面有多少的压力 对吧 要试一下的 就是对吧 就大概这个情况啊 那么 整个来讲 我觉得原宇宙 我觉得原宇宙 因为他实际上数字进去 他是基本排好对来的 对吧 大家还记得最早的时候就原宇宙 原宇宙完了以后是什么呢 是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完了以后是冬数西山 那么现在兜了一圈 冬数西山的股票都开始调整了 虽然今天加力图 加力图 加力图今天拉了一个板 但我看了一下效果一般 效果一般 为什么呢 像这个美军之类的 其实已经破位了 就短期有点破位了 拉不动 拉不动 你看阻力很努力的想拉 但是还是被炸掉 炸下去 拉不动 就跟风盘没有 他不是说炸 就实际上他拉起来了 结果他发现拉 要不就让他一杆子拉到底 他后面没有跟风盘 他就没办法 就是我的钱用完了 我就2000万比较拉上去了 结果呢 没钱了 自然回落 虽然也没说 一定是很大的抛盘 那就自然回落了 对吧 伊米康也是的 就大概啊 也是一把拉起来 就要顶顶顶顶顶 顶回去了 那说明什么呢 就是冬数西山这个题材 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要交班 交班 就是又重新再交回元宇宙 对吧 所以这个 就希望大家能够 把这个节奏转一转 就是 接下来可能 数字经济这块 要重点的去做 这个元宇宙 那么我在这里 在最后讲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今天 没什么东西讲 你就指数 我觉得 因为讲来讲去 老生常来就这些东西嘛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券商板块嘛 券商板块 其实券商的好 还是决定整个盘面的 就是活跃度的 就券商如果好 今天大概率是 3000多次股票上涨 就大概率是这种情况 圈商差 那就基本上 股票可能是 涨少跌多 对吧 指数规定差 因为你 指数外有银行和保险 地产这些东西 顶在那里 对吧 那么包括 煤炭清能 清能今天就剩下了一个 清能 清能其实后面 是有机会的 就是 那个叫什么 就金城股份 对吧 今天是涨停的 那么 连板 但其他的 就相对比较差 清能 因为清能也是 消息面的影响 但清能我觉得 既然这么大的阵仗 就是那个 其实那个 题材的级别挺高的 后面应该是有行情 就是后面应该还会有机会 但短期可能 嗯 冲高回落 这短线的获利盘 肯定要出来 然后前面还有止损盘 等等 都都都会砸的 对吧 这个正常 那么 呃 我说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 新能源汽车 对吧 我觉得 我这是我个人理解啊 就对不对 可能不一定 反正你 你听听就好 对吧 你觉得认同的 你可以这么看 呃 半导体也好 新能源汽车也好 今年可能是一个 分水岭 啊 我先说 新能源汽车的分水岭 好吧 新能源汽车的分水岭 今年是电动车 就智能电动车 跟传统车的一个分水岭 因为经过了 呃 这个过去的 这个技术的迭代 包括产能的扩张 包括特斯拉在中国的建厂 那今年 其实电动车的产能 这块 基本没什么问题 只要轻便不短缺 各方面的东西 能够配合好 对吧 只要上游的资源 这些只有上游的那个材料 相对价格 不要顶得太厉害 那 基本上新能源 现在新能源车的产量能保证了 就是每年多少台的产量 各大厂商 厂商 比如说 这个特斯拉是 老大 对吧 老中国的这个造车新势力 对吧 三家造车新势力 加上比亚迪这种 这种大厂 对吧 然后这个 融威这种 对吧 就是 基本上 这个国内的这些 国内大概有六七家 对吧 就是这种 呃 大厂 再加上华为的 新能源技术的支撑 对新能源技术 车的这种 叫智能的这个 支撑 对吧 那基本上 我觉得产能 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也就是 今年实践车就是 新能源车跟 呃 燃油车的一个 全面的分化 当新能源的车的产量 能够达到 一定的这个 呃 就是渗透的时候 或者说 它能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就是 燃油车会慢慢慢慢淘汰 那这是一块 但是 不管是从技术的积累也好 从这个产能的扩张也好 或者说是渗透也好 其实今年就是一个分水岭了 但今年是分水岭 它不是一个爆发点 而明年 明年很有可能是智能汽车的爆发点 为什么我说是智能汽车呢 因为它 产能没问题的 产能已经没有问题 渗透率就不存在问题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在渗透率背后的智能化 像在明年 因为今年为什么不行 今年就像 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要保住GDP的增数 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 那 就像我之前讲的 如果你饭都没有吃饱 你是没有力气去娱乐的 你首要的事情是先吃饭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哎呀 我饭吃饱了 没事嘛去运动运动 然后没事嘛去逛逛街 对吧 那你饭都吃不饱 你逛毛街 对吧 你首先想的是 那下一顿饭在哪里 那国家也是一样的 就是 他需要 先把饭吃饱 就像今年 他的问题就是 我要保住经济的增长 对吧 因为新冠疫情方案服务 那就业是不是有问题啊 对吧 很多人你看现在 这个 你们家疯掉了 对吧 谁发你工资啊 今天我看到一个笑话 听说应该把年纪大的都封起来 退休工人全部封起来 放小伙子 年轻人出去 因为他们要上班 他们要赚钱 这个年纪大的 他们有退休工资 他本身就是躺平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呀 那你把年轻人都封在小区里 那谁来承担这个工资啊 对吧 你在家里休息 你老板不是要承担工资吗 你老板又没有 你不 你不为你老板工作 他要发你工资 老板的压力多大 对吧 所以这就有这个问题啊 是吧 那老板倒闭了呢 你们也失业了呀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今年是很严峻的 所以呢 首先要确保就业 确保经济的正常运作 确保这个GDP的增速 能够维持在5.5 对吧 所以那些比较华丽的 比较有想象力的东西 今年都不行 那包括半导体也是一样 半导体为什么不行呢 那经过这个昨天中芯国际的事情 对吧 不是中芯国那个叫中芯通讯的事情 对吧 这个拉板拉这些 那一方面我觉得从制裁的几年里面来讲 我们的一些企业能扛过来的也扛过来了 不能扛过来的该灭的也灭了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扛过来他也适应了 他知道你制裁了 就是你没被别人打过 你不知道你的扛击打能力 当别人打就像拳击台上有人打过你了 你知道我扛得过去 扛得过去 那就意味着后面要反击的 对吧 所以反击年在明年 为什么呢 这些大厂包括中芯国际在内这种大厂 去年是扩产的 累积了很多的被制裁经验 对吧 他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 而且明年 如果新轮汽车渗透的话 整个新轮汽车渗透 智能化 这一段 对芯片的要求 对于这个我们说 我们讲的半导体 整个大厂的需求 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所以从明年来讲 很有可能是半导体板块反击的一年 就是半导体行业反击的一年 所以站在明年的角度上来讲 他们可能是好的 但今年不是 那今年怎么办 那你说 如果我有这些股票 我今年怎么办 今年我就告诉你很残酷 要不你就扛 你扛到明年 肯定扛到你 对吧 要不你就换 怎么换 就是这些东西 我说的能换的地方 对吧 多到 短期嘛 反正要肯定还可以 对吧 要不多到 这个新冠疫情 修复线路的旅游 要不就多到 这个数字经济 或者稳成长基建 这里面 至于一些小的概念 其他的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 你也不知道明天催化哪个 后天催化哪一个 对吧 没有 没有其他的 没有了 今年很严峻 就这些 所以如果你想明白了 那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对吧 我还有一些就是 我觉得 就我说的 房地产起来了 那房地产的后端 它会有反弹 那这里面 可能利润不是很厚 对吧 就是我们说按照比例来 三巴尔的比例来 这个反弹 拿30%到40%的利润 就拜拜 对吧 我也算蹲在里面 蹲一宿 对吧 不是蹲一宿 就是多蹲一段时间 我就拿到该拿的利润 我跟你再见 不跟你搞了 就也可以的 其实就是一些 好吧 那今天其他 我觉得没什么东西要讲 指数 我不是很看空 我不是很看空 因为 就上阵吧 上阵底部到这里 对吧 已经七天了 完蛋了七天了 明天是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五 明天两天 应该是正式的变盘 小的变盘时间点 对吧 踩不下去 就应该向上 踩不下去就向上 那再向上 就有可能要到下周了 对吧 那么如果向上出 放亮阳线 那那个时候 可能是一个炮点 就是我说的 清明节前后 要稍微小心 特别 不是清明前后 就清明节前 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小心 好吧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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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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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